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好像很久都沒有和大家出去吃飯了 今次去到 K11 私人裏面 五樓的一間全新的角烹料理 講到角烹其實是傳統日式高級的料理 配合煮食的技巧 其實源於江湖前的後期出現 今次配合了刺身牛肉的 Sukiyaki為題 所以比起一般的角烹料理 它就有非常之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心機擺設 或者配搭上面 都是非常之豐富 不用二千元就已經是非常之飽 到這裏有沒有一些似曾相識的感覺 其實這裏的前身是富小路的餐廳 現在就叫做玉角坑 其實是蕭玉宜的集團 旗下的一間餐廳 所以進去的裝潢和設計 和之前富小路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門口左邊是等候間 右邊是一些石板 就走進去轉左就是餐廳值錢的位置 由於當天我打算是拍攝關係 就早了到 全部人都未到 我是第一個到 就可以拍攝一下環境 這個時候師傅都是處理食材 在預備當天的晚餐 其實這裏的風格 就比較優雅一點 就不是說很多花哩花戳 很fancy的一個設計 當天的菜單是有九個course 原價是2480 最近做優惠1980而已 就去到什麼時候我就不清楚了 就吃11月份的菜單 即使你是12月份來的話 有機會是會不同的 我想喝酒還是喝水呢 喝水好像比較好 算了,到最後還是會喝酒 雖然我們還沒說到最後 但我想說這餐的體驗是非常之好 食物是非常之好 很出色的 感受到整個團隊的精神在哪裏 進去 廚師很快和大家打招呼 然後入籍 坐好之後就開始我們的晚餐 當天第一道菜就是一個湯 是一個非常清澈的金鵛的魚湯 通常很多外面的日本料理的湯都比較斜 可能裏面有塊魚肉 然後可能裏面有粒柱背 就是這樣而已 這個是非常精緻 是很漂亮的 在你面前筆好 然後噴一些 水的霧氣 就想表示給你知 湯由筆起到你面前 都是沒有動過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湯是非常清澈 裡面的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說明是金鵛清湯 裡面當然有金鵛的魚 除此之外 也有菠菜 菇 車海露 即是花竹蝦 有些少許金箔 外面包住的是一件非常薄的大筋 即是日本的蘿蔔 你輕輕用筷子去夾起它 就會散開 魚料是非常足料 很清甜 碗湯非常之舒服 湯的香味來自哪裏 是來自一件積刨的木魚腩 這件木魚腩刨成片之後 就會拿去熬湯 熬完湯之後 就保持一個比較 不是特別高的溫度 去浸泡的味道去清澈 然後就放一件非常優雅的藝術品進去 我們喝完之後 師傅就會聚積做第二部分 你見到這個稻草燒 其實大家都何時會見過 就在這個堅魚的稻草燒 Warayaki 這次就不是堅魚了 這次是用這個稻草去燒這個牛舌的芯 燒的時候全場是非常之香 在眼前就看到它即場切開 裡面還是偏紅 是半熟狀態 聽說就是先是慢煮 再高溫 用這個稻草燃燒 上下夾著是一塊燒香了的橙木片 你猜不到原來兩種不同的味道 夾在一起都很適合 即是一個橙木的香味 夾在這個Warayaki的香味 原來跟這個牛舌芯是非常之相配 除了牛舌芯之外 前面有兩粒的銀杏 我想說那個味道是很適合、很隔、很滑 它們切瓣給你吃 可以蘸酸骨的汁又或者是莓醬 我自己就反而喜歡莓醬多一點 就這樣看牛里芯的形態、顏色 裡面的顏色熟度 已經知道它做得非常之好 好了,我們到第三道了 不過第三道仍然是保持住這個位置 應該有的Signature 假如大家來過這道的前身 就會知道之前它們本身有一道很Signature的Dish 叫做Unidor 直接解釋即是海膽的熱狗 即是海膽卷 它會問你要多少行 我也是選擇要一行就算數了 這個海膽其實吃過歐陽水產 歐陽水產本身它的質素都不差 以這個價錢來說 這份的海膽 我絕對是收貨 而且是非常之滿足 沒有腥味、沒有臭味是鮮甜的 不說海膽,海膽那麼容易去幻想 第四道,叫刺身 當天是有七款的刺身提供 很多時候你吃Omakase 怎會沒有吞拿魚呢 我們不如先介紹這件 這件是來自長期的野生吞拿魚 三周熟成 你看它的顏色 就會知道它們是在做乾式的熟成 顏色是收得非常之美 它吃進去的程度 都不是特別深的 即是它的溫度控制得很好 好,稍後再說它 其他刺身的部分 就有牛柳芯、針魚 地甘木雕 筆記杯、墨魚 稍後我們再詳細說 我們吃Omakase是吃士領野 這次吃這些 下次就未必會吃這些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有機會是會不同的 還有這裡會有他們建議 調味的配搭 例如針魚 他們就會想清新一些 只是醬油、醬油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針魚 這條針魚鮮度非常之高 爽彈、清新 其實近期都是我最愛的魚類之一 我吃進口的時候發覺這個醬油那麼有趣 不是說好像外面那樣 很鹹 或者是 只有甜 它的醬油原來 是經過木魚花的熬製 去做出來的香味是很特別 很薄身 不是說很膩的 這一件是來自靖江縣的地狗木雕 你看到它 魚的皮是經過火炸燒過 會釋放它的魚油出來 一般都是這樣做的 只不過它那個 魚的質地 是非常之好 還有它的魚味都挺出色的 下一件是Sumika 就不是芥末油了 就跟這個酸骨的汁 和少許的鹽 帶回這個麥魚清新的口感出來 它有一點點甜的 但原來不是特別甜的 但是吃下去都挺開胃 好好咬的 刀工都非常之好 下一件是北海道產的北記貝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輕輕用火去燒過 帶出那個貝的甜味 下面是摺著一件 是儲貝 你看到它也是有心機處理的 就不是說隨便拿一片東西出來切兩刀就給你吃 而且由於它的醬油是比較薄身的關係 很明顯是吃到 這個背的一個甜味 而且你看到它也是非常之挺身 鮮度也是那一句 非常之高 麥菇羅部分 先來的是中拖羅 這件中拖羅建議是用這個 我最喜歡的紫蘇花 去襯托食物 也是,少許芥末油 不需要點鹽 這件是少許滑之中大蒜 鐵味不算好出 但我覺得很適合喜歡吃吞拿魚的客人 野生吞拿魚 就應該是要帶一點酸 對吧 吃完中拖吃大拖 這件就很幸運在吃炸把辣 蛇蝠的部分 每人一片的當然更加滑 而且 漏中都帶甜 你看到它的筋雖然改變了 每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甜味是由筋位走出來 是一波一波地衝過來的口感 好了,吃完魚了,我們吃牛了 這個是牛柳芯的刺身,表面輕輕用火去燒香 提升香味和顏色 配搭這個洋蔥用的牛肉汁醬油 這個醬油就非常之特別,是很多很多的洋蔥用 那個醬油是有豉油、saké 和它們自己調出來的牛汁 更重要的是這個牛是女性 所以牛的香味 是要來自那個醬汁才可以彌補它 肥中 缺少了牛味的部分 好了,我們經常說刺身好像很悶,對吧 不如說說一些很特別的部分,這個叫做8吋 有8款的食材,這個是營造出這個秋天的景象的一個擺設 非常之美的食物,都是有心意在裡面 眼前看到一些無花果的胡麻醬 青魚卷 Cream cheese的西京燒 豉語煮和牛 不過讓我先說了這棵東西 還有這個好像泡谷的東西,叫做倒水 我簡直整支下去咬,因為真的好像在吃泡谷 就是這樣 我們拍好照片之後 師傅就會為每人砌好一份獨立去上一份給你們 其實每一份食物來的時候都感受到背後的心意在這裡 好了,我們吃之前也說一下這支酒 有朋友帶來了 好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 眼前這個是很刺激的 沙甸魚的脆片 上面有這個青魚卷 這個青魚卷也好吃 這個叫做菊花的浸漬 你看到裡面其實是 用這個 煮過的菊花,加入出汁、醋 再浸煮幾個小時 然後這個也很出色 這個是加茂茄子夾煮的 中間是這個車許爐 造成這個天婦羅的 餅 其實吃的時候有次序的是先吃一些熱食 然後呢 才是順時心吃回頭 這個Cream cheese 是最美食的 原則這個本身是 湯葉的海鼠腸 但這次 就將湯葉變成這個甜蝦 好像撿到補 其實吃完這裏都開始飽了 但現在才是開始主菜的部分 這個是烤牛肉 襯托了少少的芝蘇花碎 芥末 冥河 無清豆腐和海膽 下面佔著的是這個DARS的果凍芝利 這個是用後腳的和尚頭位置 是非常之軟,非常之滑 它都是這個半熟的狀態 其實牛配海膽 其實都是一件非常之適合的食物 好了,吃完這裏就開始Sukiyaki的部分 我們見到那些慕容菇,那些京蔥 和很大片很大片切好的 鹿兒島產的和牛西蘭 師傅會用這個Sukiyaki的方式 去燒給你吃 第一部分是會用這個醬汁去燒完給你之後 就襯托這個日本的雞蛋一起吃 每人就熱烈烈烈放上來給你 直接進食,不要攤凍它 因為你熱的時候 攪拌這個蛋黃才可以沾上 還有 就可以令到牛的香味 加上蛋吃起來更加滑 加上蛋香,其實層次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你看到這個牛,雖然是和牛 但是它的脂肪比例 並不是看到嚇死人的那一隻 你還在吃一片真是很好吃的牛肉 然後就會將剛剛煮好,吸收了牛肉汁的無用菇 就可以吃完,吃完蔬菜 假如你覺得一片牛肉是孤寒的 放心,每人都會有第二片的牛肉 同一樣都是Sukiyaki煮法,不過就不是點雞蛋黃 這個是會夾了少少的日本的番茄一起吃 所以你吃到兩片的西蘭牛肉 好了,到這裏,苦飯 全晚我認為是最好吃的飯 其他東西不是不好吃,是這個飯是特別好吃 現在是秋冬季節,士領野,當然是吃Sawara 漢字叫春魚,香港可以叫做馬膠魚 然後有其他的雜菇,加上三文魚子一起吃 一個日本人的煲仔飯,非常之豐富 很香,很夠味 說多一點,苦飯的苦都很重要 這個是來自滋賀院的信樂燒 是什麼來的呢?當你想想 日本人有一個尼貓為吉祥物的地方,那裏就是了 有1300年歷史的一個工藝 是靠它天然的物料 做到這個內火保溫的一個功能 就不是一塊泥,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而且一直用它的時候 它的物料會吸收煮食的味道 就是說越用就越香 這個飯看到是非常多料 很多的三文魚子 假如你吃完一碗不飽 是可以再添再吃的 吃到吃完為止 好了,到尾聲了,甜品的部分 非常之美,前面有一片是紅葉 後面有這個羊梨 這個燉蛋是一個超甜的味噌的布甸 雖然我自己就真的不是很好甜的東西 但是好吃的程度是要我吃完它為止 羊梨也是非常之爽甜 不是只是爽,是爽中大淋 然後最後來的就是綠茶做結尾 由於這個飯我們吃不完 師傅就把它變成飯糰,讓我們吃掉 不要浪費他心機了,是不是? 我想說,影漏了一樣東西 就是影漏了赤味噌湯 因為剛巧那時候我就去了廁所 然後老婆幫我喝了,那就沒得喝 不要緊,我們今集的分享差不多了 到此為止 十多分鐘都不是說很長,是不是? 好了,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這次這條影片 喜歡的都希望大家要讚好分享 訂閱追蹤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出去吃飯 餐廳資料會寫在Description的下面 喜歡吃日本食物,喜歡吃各方面 都不妨試一試 是一個非常之有驚喜的一餐 好,下次見,拜拜 好,下次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